又到了山海氣象的時間了 明天天氣是如何呢 我們來請教氣象主播宜江 宜江請說 你好大家好 不敢晴天與天原是氣象在你身邊 歡迎來到山海氣象的時間 我是宜江 入秋之後的首播東北風 今天開始影響台灣了 但就跟先前的預測一樣 實際上涼冷的感受並不明顯 除了是在基隆的北海岸 還有宜蘭的頭城 東北角一帶有一些水氣飄進來 稍微有一點降降溫之外 其他地區幾乎都是陽光露臉的好天氣 所以氣溫上依舊是擺脫不了悶熱的感覺 像是今天在新北市的三峽 高溫就來到了36.6度 不過因為現在進入到季節轉換的季節 在同個地點 早上的6點 卻只有24度左右的高溫 低溫 溫測是將近有12度 而過了求分之後 日夜溫差感受還可能會越來越大 那麼詳細的天氣資訊 首先就透過衛星雲圖一塊來了解 明天禮拜六 同時也是24節氣中的求分 也就是一年當中 節氣很關鍵的轉折點 確實我們從日圖上就可以看到 北方的冷高壓系統 就是受到大陸高壓的影響 逐漸的東移 那麼這個高壓系統的影響 它的逐漸增強也是代表了這個季節 就是要轉換的特徵了 那麼隨著高壓的逐漸往南的延伸 台灣的環境場會轉為東北風的環境 那麼同時又有南方的低壓環流 帶來這個水氣的影響呢 所以在銀方面的北部 還有東半部地區以及恆春半島 今天呢會有一些零星的短暫陣雨 不過呢目前來看呢雨勢不大 一整天會是時晴時雨的狀況 而相較之下呢 整個西半部地區 大致上是多雲到晴的好天氣 只有在中午過後呢 局部的山區要留意午後的雷震雨勢 那麼這樣同樣的天氣狀況呢 會一直持續到下個禮拜一 那麼至於大家關心的南邊 會不會有這個熱帶擾動的生成呢 我們來看到下一張地面天氣圖了 從下個禮拜四的地面天氣圖上 就可以看到了 北方的高壓呢 是逐漸的往下 南下的幅度是往下的加大了 但是同時呢 南方的第二代你可以看到 目前是有兩個熱帶擾動的系統 在持續的小小張張當中 那麼配合這個兩個熱帶系統的影響呢 下一波的東北風 可能會來的更加的強一些 氣溫上呢 也有望可以明顯的轉量了 不過呢變數還是很大了 主要就是因為這個熱帶 這個低壓帶當中呢 還是會有這個熱帶系統的生成 但是會不會形成颱風呢 我們還要持續的再來關注 那麼回到明天的台灣的附近天氣 明天呢大致上是吹東北風到東風的環境 帶進來的冷空氣比較不明顯 所以明天各地白天的高溫 大致上是維持30度以上的高溫 地位方面呢跟今天相比變化不大 頂多就是在清晨跟入夜之後會比較偏涼一些 所以大家保暖的工作 就請記得要做好了 至於波羅裡頭更詳細的天氣預測 一起來看山海氣象 首先來到屏東的獅子牡丹滿洲 高溫來到31-32度 有6成的降雨機會 泰武來義春日 高溫32-33度 三里門烏台馬家 也是要留一五厚雷鎮雨市 高溫來到33度 高雄桃園納馬下茂林 低溫12度 高溫來到31度 嘉義阿里山地區 低溫12度 高溫來到31度 南投仁愛與池水裡 靜溢低溫11度 高溫來到29度 要留一五成以上的降雨機會 台中和平地區 氣溫落在16-30度 苗麗南庄試探太岸 低溫19度 高溫來到30度 新竹關係 尖15峰 低溫15度 在尖10高溫來到32度 新北烏來桃園復興 高溫來到32度 低溫來到18度 在復興 宜蘭大同南歐地區 低溫17度 高溫來到32度 有七成的降雨機會 華連新城華連市集安 都是有局部的短暫鎮雨 高溫來到31度 秀林萬榮地區 低溫17度 高溫來到32度 瘦峰峰冰地區 低溫12度 高溫來到34度 風林光伏及瑞穗 也是有短暫雷震雨勢 高溫來到33度 灼溪玉璃及富璃 低溫11度 高溫來到33度 台東長濱東河 低溫12度 高溫來到36度 池上觀山海端延平 低溫來到22度 高溫來到33度 陸野台東市 北南也是有短暫雨 高溫來到34度 台馬里大午金風達人 低溫22度 高溫來到32度 南嶼地區 氣溫落在21到32度 最後來到外島 蓮江金門澎湖 高溫來到33度 那麼明天還有一天補班日 天氣上整個東半部地區 天氣狀況是不穩定的 所以提醒大家出門上班上課 記得魚三語句可以帶在身上 尤其是在基隆北海岸 跟東半部地區 一整天可能都會有毛毛雨的情況 那麼在西半部地區 就是兩個世界了 天氣上大致上是晴朗穩定的 只是在新竹以南 以及中南部的山區 還是要留意局部的 短暫雷震雨發生了 那麼以上就是這節的 天氣資訊提供給大家 囉